另外说到这个分红 我们就不得不说茅台了 茅台也是刚刚公布完业绩 它也是成为A股史上最豪分红 实判193元 在营收利润方面 都有保持增长的同时 又有这么高的分红 那市场人士会怎么来看待茅台 以及整个板块未来的前景呢 其实白酒板块分两个板块 一个是茅台 一个是其他酒 所以我们如果把茅台单独拎出来看的话 它的业绩是增长了 这个收入是增长了10% 那么净利润是增长了13.3% 那么分红就像您说的 它分了是10派192块钱 那么总共就把利润分配了242亿 它整个利润是467亿 差不多价值达到50%左右 这个分红 就创造了它上市以来的分红记录 刚刚也说了 其实分红对价值投资者 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 那么茅台的现在的价格 大概是在2000块左右 2000块上下浮动 那么这一块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价值区 也代表它的利润的增长 那么它明年呢 它的继续增长 希望是10%以上 它其实做了一个工作的目标 就是计划不变 任务不解 指标不调 收入不降 那么 由此看来 它是它的一个特点 用一个字可以概括 那就是文 那么为什么市场上 很多的基金 或者是很多的资金 会买到它的股票 因为它实现了就是一个稳的 一个节奏 不管是今年或者是明年 哪怕甚至于5年10年后 它希望它的收入和经济润 同样能达到每年的10% 或者是15%是最好 所以这样看来 它在A股当中 是有个调节 整个板块情绪的作用 那么主要 如果它的整个的 这个节奏比较稳的话 整个的这个A股的盘面 也是会比较稳 因为怎么讲 北茅台 北茅台南腾讯 那么南边 主要就是看腾讯的 这个涨幅的程度 那么之前 大幅度的下跌 也是因为杀估值 它业绩没有杀 只是确实存在一定的 这个泡沫在 也就是价格是估高了 过于高企 那么所以可能一部分的 这个资金套现出来 取得正向的收益 这个是它的一方面 但是我们看整个茅台 或者是酒的板块 对中国市场来说 茅台是唯一不可复制 而且是每年非常稳的增长 所以这个茅台的 这个公司来讲的话 绝对是非常好的标的 那么近期很多 这个证券公司 大的证券公司 那么给它的 基2020年的这个预测价比 达到3000块左右 3000块左右 我的看法也是向好 也是一个向好的看法 另外想跟你聊一个 近期的热门股 就是顺控发展了 我们看到在3月8号 它首发上市以来 已经连续斩获了 17个涨停板 而且是成为了年内的 连续涨停天数最多的公司 累计涨幅就高达了 562.29% 您会怎么来看待 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 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这个呢 顺控发展呢 其实是核准制 申购新股 它算次新股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顺控整供的这个市值 是263亿到今天为止 那么它的整个流通 整个的流通市值 也就是26亿 那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盘面 那么公司它 它的亮点在哪里 它是取得了顺德区 广东顺德区的这个供水 特取经营权 那么这是个亮点 那它主营业务是做什么的呢 做自来水的制售 台水管网工程和垃圾焚烧发电 这两块了 这两块 那么它17个涨停 涨到涨幅达到452% 那么2018年我们来看它的业绩 2018年至2020年 它的营收分别为8.47亿元 11.86亿元和12.34亿元 那么规模净利润是1.97亿元 2.36亿元和2.268亿 那么你说它的市值能达到263倍 那么2020年的这个净利润是2.68 它的这个P已经达到将近100倍 那么它其实是个公用板块 那基本上是炒作到天边去了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它背后的这个是谁在推高这个股价呢 其实油资和机构的互相推动 都是一些机构 你比如说有卖出的最大的第一位 都是机构 那么机构还出现在买入的第三位 那么招商证券其实也是出现在 它们一些机构里面 可能背后的一些这个油资在炒作 那么其实如果你刚刚说的 顺控发展它碳中和是有碳中和概念 那么碳中和整个的板块 指数上涨才23% 那么其他的这个板块里面 包括一些深圳能源 南网能源 华银电力之类的 也涨了100% 那么所以对一般的投资来说 投资者来说 如果是油资去操作的话 大家少参与为妙 尽量不要参与 因为这些跌的话 也是10个点起步 10个点 7个点起步 开始往下跌 换手率是非常大的 这种的话 不适合一般的投资者去参与 对我们这些散户朋友来讲的话 大家也不适合去参与 油资参与的一些股份 而且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的话 涨了17天了 所以这个风险也会非常高 那我们就是一起来看个热闹就好了 对于这样的股份的话 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参与了 这一节也非常感谢邹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